我不知道这期视频能不能发啊 最近不是有个作者啊 就吃了鲨鱼啊 那个鲨鱼说是那个大白鲨 那东西可不能吃 要吃鲨鱼的话 你可以买点小的 你像这种啊 尖头斜齿鲨 可以搜一下 不管哪个平台 它都有卖的 这个鲨鱼已经处理好了啊 这种鲨鱼是可以吃的 尖头斜齿鲨 尖尖的脑袋 这个呢也是很多作者都拍过了 然后我就跟大家说一下 可不能干一些不好的事 对不对 72块钱买了两斤 两斤三条 咋还下架了呢 咋 有点尴尬 这个鲨鱼叫啥啊 他说尖头斜齿鲨 是可以吃的 我们清理一下 直接炸着吃 这次做炸鲨鱼 哇哦 炸泥球 不是 炸鲨鱼 吃过吗 刚出锅的炸鲨鱼 其实炸鲨鱼和普通的炸鱼 我觉得也差不了多少 第一口 粉丝先吃 它其实跟普通的鱼也没啥区别 它让我想到的那个黄花鱼 说小浪哥不吃的小伙伴 你们看一下 我只是要吃得少 我对于在减肥 不是不吃 看看这个鲨鱼的 这是啥 这是鱼刺 它是没有那种细刺的 只有这么一条 好像筋一样 但是一点刺都没有 大家无论在哪个平台搜索尖头斜齿鲨就能搜出来 好多作者都吃过 而且这东西也不贵 几十块钱 如果自己想吃的话 也可以自己买点试试 灵魂蘸料 我发现啊 不管啥肉蘸这个蘸料都好吃 你看它不知不觉吃一条 事实事实 灌溫